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開播 來到今晚的恐怖在線 仍然在台灣做今晚的直播 今晚的嘉賓 依然除了Anderson之外 也有中間這一位很年輕的朋友 如果大家之前有看到 我們台灣在線有鬼媽 其中一集 周斯坦奧 沒錯 好 你介紹 自己自己 自我介紹一下 OK 我是 我叫亮亮 然後 我從事是 就是在做療癒 薩滿的療癒 然後 大家可以 就是 如果有接觸過薩滿 聽過薩滿這個字 應該就知道 就是 對你們來說 可能我就是個巫師啊 之類的 是啦 一個薩滿的模式 薩滿其實很有趣的 是一些很遠古的 叫做魔法 魔法 對 一些法術 薩滿其實 你不會一聽到巫師 就會覺得 是否害人 那就不是的 以前其實也有些巫師 就是 做一些醫療 去醫治一些東西 或者改運 模式 也有白模式 黑模式 亮亮就是其中一位 白模式 白模式 但是她很小 你幾歲嗎 我現在二十一歲 二十一歲 剛剛成年 剛成年 剛成年 他們剛剛二十一歲 好像是 剛剛開始到賭場 如果你說這種話 是 二十一歲 好啦 不如問問問問 為什麼這麼小時候 開始要接觸這些 魔法 殺命的東西 亮亮 你為什麼這麼小 就開始去接觸 這個薩滿這些 魔法的事情 因為我在小時候 我還沒出生之前 就被預測說 就是 我在我媽肚子裡面的時候 人家看到我媽肚子 就說 這個小孩子之後 是出來當 就是台灣本來是說什麼 神明代言人 這樣子 然後我在小時候的時候 就一直在 就是 我出生 出生過後 就一直在生病 一直在生病 然後後面也去 給很多醫生看 那都沒有用 然後後面 我們家人就覺得 欸這樣不行欸 所以尋求台灣傳統宗教的那種協助 可能是神明啊什麼的 然後他們就說 欸 這個小孩是 就是 等於說代天命 就是 有天職要幫神明服務 然後後來 後來我也真的 就是踏上這個軌道 但是走了幾年之後 我覺得 好像不是這麼回事 我應該不是走這個路線 所以我就一直在尋找自己的路線 然後後來遇到我的 晴蒙老師 所以才 開始 開始 對 有一些認證之後才 真正獲得 薩滿這個名字 哦 好 簡單來說 其實就是阿亮亮一開始的時候 出生的時候 就是被師父 就說 其實這個小孩 是一個天命 要幫神明做事的人 是 變成了 然後就一直 崎嶇去尋找他自己 但是其實在 找到之後 其實他自己 是迷失過的 直至到 他遇到 現在的這位啟蒙老師 才幫了他 然後繼續走他的 薩滿之路 嗯 不如我們也看看 之前在台灣 著線有鬼 透過這個薩滿的儀式 是怎樣的呢 大家可以一邊看 我們一邊再說一下 其實阿亮亮 本身的一些靈異事件 他當日其實去了一個 荒廢了的樂園 咖啡廳 對 一個樂園 對 他是廢棄了的樂園 但是其實他周邊 其實是四面環海的 其實是水庫來的 水庫 樂園之後就拆了這間咖啡廳 相對於我們去這次廢棄的咖啡廳 也對我來說 是在13集中 最令我 最能感受到 那種靈體在你旁邊的感覺 因為我也有玩 玩過靈擺 當日也發動得很重要 最重要是他有爆補你 是的 你知道嗎 我知道 當初 怎麼講 現場已經有很多靈體 好兄弟 好兄弟 在附近嗎 我覺得有點後悔 就是當初走進那個小房間的時候 沒有在裡面太久一點 他後悔他那天沒有在那個小房間留來 為什麼 有很多人像那個房間 其實那個房間的角落 角落好像有一些力量要被引發 但是當我們走出來之後裡面才有聲音 是的 我們去那時突然突然一聲音 超大 但他剛剛說 剛才亮亮說的 他好像去廢棄的咖啡廳 記得有一個指責房間 好像是教會 其實他在那時候 覺得有一股力量 準備要衝上來 瓦 但剛好他正常衝上來的時候 我們就離開了 真的嗎 所以他後來就聽到聲音 所以我突然突然拍一聲音 可能就這樣 就是這樣,這集大家想看或是未看的,加入我們台灣在線,40元就可以看完我們上一季,其實現在在拍第二季 都挺有感覺,不如馬亮亮,由小到大,是不是都比較高齡,比較敏感的體質 亮亮想問一下,其實你對於從小到大,你自己是比較高齡的體質嗎?還是從後來自己才發現? 我從小到大就是這種體質,就是我,大家可以看到,我這裡有一個洞有嗎? 那個洞有嗎? 對對對 對對對 是什麼意思? 這個洞是因為在某一次小時候,跟同學跟朋友玩這樣子,然後莫名其妙,玩到一半我就很累,我在旁邊蹲著休息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一陣暈眩,然後就好,他們是,我那些同,就是同伴們他們看到我是,頭髮被抓起來 然後整個人有一點半懸空,然後去撞我們家旁邊有一個,就是台灣很多食物設計 然後鋼筋敗了 OK 死莊人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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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的頭髮是這樣,飛起來 哇 有個力量去抓住頭髮 然後,強迫,強迫就是,就是從那一天之後 其實那時候我已經做這個服務一段時間了,然後,那時候神明就有附在我的身上,跟我的家人講說千萬不要送醫院,這個傷口會很難看 然後,然後,那時候我已經昏迷了,因為插進去大概這麼深 喔,OK 然後差一點就到了,然後,那時候,那時候我家人就想說,那就,那就這樣 然後,然後神明就在我身上畫了一道,就貼,就沒有流血 對 然後,那模樣 對,那模樣 對,模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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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很清楚,都會看到 好,我翻譯一下 就是,梁梁在自己,就是小時候 就是有一天,就有一股力量就抓住他的頭髮 然後,把它扯高了半元空的狀態 然後,撞到一個以前台灣一些工地的一些施工地的地方 好像有些鐵,就撞了下去 然後撞了下去之後,他本身家人打算帶他去醫院看 但是那時候身邊的人叫他不要帶他去醫院,因為帶他去醫院的話 就會再傷一點,傷後會很難看 自此一次的疤痕之後,撞傷之後 他第二天起床就會見到四周後 其實就好像開了陰陽眼 好像有些人說什麼,塗牛眼淚 類似的,可能他受了這麼大的撞擊 但其實這個撞擊是古怪的 沒有人,他轉了他的頭髮 他自己感覺到有人稱了他的半圓空狀態,這樣扯上來 就不知道是不是安排了他要做這一行 命中注定要做這一行 今天我們還是帶大家來到非常厲害的地方 看看我們身後 好毛骨悚然 非常壯觀 對,而且我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壯觀而廢棄的一個廟宇 對,而且它是未蓋好的廟宇,它非常的大間 每天說有一二樓還有地下宇 而且曾經在這裡發生過很多不同的靈異事件 這間廟未完工,裡面卻有很多尊神像在裡面 喔,OK 有看過那種直播拍到一半 結果一下樓神像會轉頭 從外面拍的話,二樓滿常會看到什麼奇怪的投入性 不好意思打擾囉 不好意思打擾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打擾囉 很大 非常非常的壯觀 對,但是 而且你看 周曾經已經有很多人在做過這一些 沒錯,沒錯 不同的儀式 所以我們今天應該是不是 你也準備了一些儀式 對,就是準備那個我們傳統的交魂 好吧,這個時候我們零探開始吧 沒錯 要帶大家一起去囉 對 對 這個好沒有 我們繼續找一下 Oh my God 這是 哇塞,嚇死我 欸,但晶晶 我發覺到精彩的東西來了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怎麼會這樣子連在一起呢 你覺得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 一個 台灣傳統的有一種巫術 茅山術 它會把人摺上稻草的東西 那這樣 就這樣綁起來 就是往前走 哇,這裡又有一個 哇,這裡又有一個 欸 什麼 後面 你說這裡嗎 哇 好壯觀喔 靈圓是 智德 靈圓 人家的 成名之處 你看它二樓其實做得很高 非常高跳 你看這鋼筋都還是外露的狀態 對 以前這裡有很多樓屬 非常高 非常高 對 所以給觀眾可以看一下 這樣子照一下看看 其實是很高 所以要大家最安全 喔,頭很痛 有點發麻 有點發麻 但我們已經走完了 阿媽呢 剛剛師父說 我們來之前 那個神像是長這樣 但是我們拍完結束回來 這個招魂儀式的這個廟的中間的時候 變臉了 對 神像變臉了 不如說一句有些什麼驅鬼經 那亮亮想講一下你自己個人有什麼驅鬼的經驗 對 驅鬼的經驗 我第一次驅鬼應該是我在 在我差不多14歲的時候 14歲的時候 14歲幫人驅鬼 14歲幫人驅鬼 那什麼情況啊 我要怎麼辦啊 然後 那時候 有些可能就是做一點簡單的儀式啊 就可以解決 那那一次我 電話接起來是聽到 就是 對方在哭 這樣子 我想說 我就問他說 你怎麼了 他就說 我家的冰箱門一直在自己打開 嗯 然後關起來 嗯 然後電燈就一直閃 一直閃 一直閃 然後所有的門都會自己打開 然後再很大力的關起來 然後我現在 自己在房間裡面 我睡到一半 然後被拖到床下 然後我現在疊在床下 我手上只有手機 我打電話 我要怎麼辦 嗯 然後那時候想說 哎 遇到了耶 然後第一次嘛 我就想說 可能用線上 嗯 用一些聲音啊 去幫他處理 結果 我開始要做 在我家做儀式的時候 就是電話斷線 然後我再打回去 然後我又開始 我又準備喊 又斷線 然後後來我就燒香請 就是我的 我的指導神 然後 然後問他 現在要怎麼辦 然後他就跟我說 這個沒有辦法這樣處理 走 我們出門 然後 好 不如先翻譯一下 好 翻譯一下吧 簡單來說就是 亮亮處理第一次驅毀的儀式 是在14歲的時候 有個朋友 是女生來的 小過一晚 就打電話給她 打她 跟她說的時候 她說 為什麼在哭呢 然後亮亮就這樣問她 然後這個女事主 就跟她說 我站過冰箱的門 自己又開一下 關一下 燈又閃一下 閃一下 閃一下 然後又在床上 本身 就被人拖了 去床底 她手上只剩下一部手機 然後打電話 向你求救 不知怎麼辦 希望可以幫到我 嗯 亮亮那個時候 因為不在她身邊 所以變成了她希望可以用 善上的方式 去幫這位女事主 誰知道 每一次她正想幫到她的時候 打進去的時候 就剛好就斷線了 後來她真的有點不知所授 就去問師父 怎麼解決這件事 師父說 這樣線上是解決不了的 我們快快就出門去幫她 然後 然後我們就到了現場 然後 然後我們真的把神像抱出門 去處理這件事情 這直接 對 一尊請到那邊去 就是要抱著自己的神像 抱著自己的神像出去 然後 那時候 我一打開門 因為她已經不敢待在裡面了 所以她跑出來外面 等我們開車到那裡 那很近啊 其實在我們 離我們家不遠 然後我們大概半個小時就到了 然後 她就 她就在外面哭嘛 我們一打開門 然後那個冰箱的門 就又自己打開 然後大力的這樣關起來 然後 然後 你看到 沒有沒有 是直接的 直接的 直接的 然後我們在場的人都嚇到 連我也自己 對 連我自己也快崩潰 對 然後我就 因為第一次嘛 所以我就想說 好啊 就都來了 那就硬著頭皮進去跟她 是 然後 然後 後來我一 踏到屋子裡面的時候 電燈的震灌 它原本是裝好的 不然兩根全部 就是 好像被撐下來 掉在地上破掉 然後整間 就在暗 好啊 好啊 很嚴重 好了 你先說一下 她進去 簡單來說 就是去到現場之後 一開始她就真的看到雪櫃的門 砰砰砰 嚇到她自己也很崩潰 有些不知所措 然後突然之間 就真的看到兩條燈管 就直接這樣 本身是打橫的 直不斷地跌下來 就砰了地 也是 那一剎那整間屋都是黑咪蚊的 然後後來我們要開始 就是要燒符啊 幹嘛的 有沒有 那時候你不是叫我去 收拾那個 Fa公共嗎 是 叫我自己拿一張照片 是 是 然後 本來是有的 對啊 沒有了 然後後面 後面我們 呃 就是 就是 一直想辦法要處理 我們要強制把她 驅離這個地方 但都沒有辦法 連我們的神像 也沒有辦法 鎮住那個地方 好 後來 後來我就 我就真的請我的 就是指導師 指導老師 來 然後親自 親自來 然後跟他談這樣子 然後後面 呃 因為家裡東西什麼都壞了 連水管啊 什麼的 明明就有水 他也把他停掉 然後 呃 我的指導老師就跟他談 然後 不知道了什麼樣子的情況 因為他 因為他是在這間屋子裡面 上吊自殺 對 那我的 我的朋友根本就不知道 這間房 其實是 然後 然後 然後後來 後來我們就把房東叫來 然後 然後我們嘗試著去跟這個 就是那個是一個女生 然後我朋友也是女生 所以他們兩個剛好 時常很相近 嗯 然後他就是一直 每一天去 就是吸收他的能量 有沒有 然後 讓他越來越有力量 這樣子 就曾經的感覺 對 他有含冤這樣子 然後後面 後面我們就 把那個女生的家屬都找來了 嗯 然後在神明的見證之下 然後把這些事情 就是 就是處理好這樣子 OK 那這個時間也差不多經過了 差不多兩三個小時 我們在那邊弄的人養麻煩 OK 就是 大家都快要崩潰了 哦 原來是一個空宅 是啊 然後原來就是 有一個女士主 相吊自殺 剛好 住的朋友也是女生 然後因為都知道 死 就是相吊自殺的人 是一個 就是冤魂 冤魂啊 那變成了他就要吸收 一些 陽間的靈氣 是 那因為女士主 每一天都住在一個房間裡 就變成吸收 她的日月精 嗯 然後令到她可能 接近慢慢可以成精 所以剛好 娘娘和她的師父去到的時候 就知道這個情況 就把這個 就把這個 想吊自殺的女士主 的家屬 就請過來 最後就搞了 兩三個小時 才去處理到這件事 嘩 好猛喔 現在這樣講的 好猛喔 真是哪裏 在新北市 在新北市 OK 其實真的很厲害 就是她的力量 可以關燈 又啪啪聲 又扯她 又弄她 又弄她 會不會她覺得 她霸了她的地方 都有這個可能性 一來 或者不喜歡她 所以 靈界 當她不喜歡 或者她有怨氣 又怨念 或者她不只是想搞她 是 她想有人知道她存在 是的 因為現在這樣 都沒有人知道她在那裡死了 或者暗示一些事情 可能想叫我們去幫幫她 是的 如果她不是搞到這樣 可能她的事主 又不會找這些師傅 去處理 我覺得 除了是一些 這種可能是自殺的亡靈 有時候大家都會說 英靈也很厲害 你不處理好她的話 可能她也會一直搞父母 或者搞兄弟姐妹 是的 但是 因為我們台灣在線第二季 就開始拍一些真人真事 我們今天也訪問了 一些有英靈的人 是的 同時間也訪問了一些 冥婚的人 冥婚的人 今天這次冥婚呢 哈?沒有了? 看完了嗎? 是啊 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這麼多 這只是恐怖在線 和往來百倍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想看完全集佔的說話 現在很簡單 一個月六十萬月費 已經可以看到恐怖在線 加上汪內八八一個combo 還有呢 亦都可以上課 admonpun.com 加上我們Bitback的手機APP 同時兩個平台都會看到 那就不用看到 到後不到快 同時都希望你可以 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和按鈴鐺 一有新片 你就會知道